似乎也是在做困兽之斗的 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因为两个日本公民先前是遭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来俘虏 而且现在更盛传当中一个人恐怕已经遭到斩首 而且他的图片是由另外一个人至后腾 兼了手中来拿着 那么对此安倍晋三是紧急召开了幕僚会议 对于恐怖分子的行为表示痛批 也呼吁他们要立刻释放幸存的日本人质 而且现在日本和美方的专人研判 说这个画面的真实性相当的高 被伊斯兰国俘虏的日本独立记者一脸惊恐 手上拿着一张照片 疑似就是另一名被俘日本人质汤穿摇菜 但不幸的是他已经伸手一处倒卧险货中 由于日本政府并未在23号下午前缴付2亿美金的赎金 24号晚间伊斯兰国透过网络 公布汤穿摇菜被斩首的图片 接着又放上另一支疑似后腾剑二用英文口述的影片 伊斯兰国撤出索讨赎金的条件 改要求释放艾斯圣诞姐妹约旦女炸探客雷沙威 影像公开后日本政府随即启动应变机制 日本驻约旦大使馆整夜灯火通明 日向安倍晋三也随即召开紧急幕僚会议 谴责伊斯兰国的暴行 日本和美国合作 确认照片和影片的真实性 但经过各项的比对 结果可能让大家失望 日本政府只能不断要求伊斯兰国释放后腾剑二 但随着人质事件牵连的国家更广 伊斯兰国的要求不断的变更 如何解决人质问题让后腾平安回来 各方都没有答案 记者万军 正好报道